《严席攻略》 都是凭借自己的好运气躲过去 然后知道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才去黑化复仇 而在这部电视剧里面 女主一开场就是一个小腹黑 别人害我 我便还回去 感觉十分的快运愁 每一部历史剧都会有自己的原型对照 这部剧也是不例外的 那么我们就去看看这些 后妃的历史原型是什么样子的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复查皇后了 剧中秦岚演的皇后 可以说是一个和其他剧画风不同的皇后 非常的温柔 那么你知道 在历史上的皇后是什么样子的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历史上的皇后常相较于温 她是皇上最爱的女人 曾经为乾隆诞下两子两女 去世时也不过就三十六岁而已 在她始事后 乾隆悲痛不已 曾为她写下了树碑附 可见两个人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顺飞 在剧中由张嘉尼小姐姐扮演的顺飞 可以说是十分的漂亮 但是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她的历史原型 就会发现这美貌值有点低 她曾经也是乾隆宠爱的飞子之一 但是在她41岁的时候 不知道究竟是为何突然的失去了乾隆的宠爱 不说还离奇的死亡了 对于这一段的后宫新秘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但是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看来电视剧中要拿这一点大作文章了 纯飞 她的长相在乾隆的众多飞子里面 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 在电视剧中的纯飞 是一个心机颇深的人 但是就目前的剧情来看 她还暂时是站在皇后的一方的 历史的纯飞为皇上生下两子一女 后来贝贝册封为皇贵妃 贵妃 在电视剧中的贵妃 可以说是嚣张跋扈 但是历史的贵妃 却是与她恰恰相反的 历史上的贵妃是一位出身汉家的美女 性格温满 饱读诗书 可以说是乾隆的知音 十分受到乾隆帝的喜爱 她生前就已经是皇贵妃了 据说是在她病史的前几天 为了给她冲洗特别风味贵妃的令妃 这可是最后的赢家吧 电视剧中的英勒从一开始 她和皇上相看两相眼 到后来她成为她最宠爱的妃子 可以说是经历不少波折 在历史上的令妃 同样也是宫女出身 为皇上诞下四子二女 最后被封为皇贵妃 在死后更是被她的儿子追封为太后 我们可以看出令妃的饰演者 竟然和历史上 真正的令妃出奇的相似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